真的是得韓國瑜者得天下 包括你可以看到柯文哲要集結拉他 侯友盈那就不用說了 如果有他我加5%我還跟你談什麼 不用談 但是現在連朱主席也在找他 然後要去跟趙少康打 是這樣子嗎 現在其實大家的盤算 已經不是1月13號的盤算了 現在其實大家盤算的是後 113以後的盤算 什麼意思呢 就是基本上國民黨這個誰 只要他跟柯文哲這個僵局沒辦法打破 那看起來韓國瑜也沒有選邊站 因為如果韓國瑜今天決定要站在國民黨這邊的話 他就沒有道理去跟柯文哲先見面 然後還特別是 欸照片還是他PO的喔 如果是他跟柯文哲私下秘密會 那大家講好喬事情就算了 他還是自己主動PO在他的臉書 馬上衝了10萬個讚 所以表示韓國瑜必須去講 也就是說他在這一個局上 他並沒有完全的壓在國民黨這邊 這看是不是跟他過去口友宜的心結有關 我們不得而知 但看得出來韓國瑜現在是必須 他的那個分量是整個提升 那照照剛剛說希望韓國瑜 比如說他裂到不分區去對不對 對 我不認為韓國瑜會進不分區 為什麼 因為不分區的第一名充其量 最多就是當一個立法院的院長 假設國民黨跟民眾黨過半 那立法院院長是要 等於是要超出黨派 他主持議事 第一個他權力也不大 第二個他要超出黨派 最重要的是國民黨明年選輸以後 這個主席我覺得這個才是韓國瑜 適合韓國瑜的位置 因為他有個戰鬥的位置 所以我就我自己覺得 所以比如說像朱主席講這句話非常沒禮貌 他說副主席是我韓國瑜主動向我提起 這句話你其實踩到韓國瑜的大堆 就是說過去前幾天的新聞說 朱主席邀請韓國瑜當副主席 這個其實就在吃他豆腐 因為如果韓國瑜當了朱立倫的副主席 他們兩個就是綁在一起 明年如果選輸的話 朱主席下台韓國瑜要跟著下台 他等於是讓韓國瑜沒有接國民黨主席的機會 本來你在吃韓國瑜豆腐 那現在你又加碼說 這個副主席是韓國瑜主動向我提起 你現在是在嗆說韓國瑜來跟我求什麼位置嗎 所以我認為這些舉動看在韓國瑜的眼裡 他心中的那個不是智慧是不是會有 所以在這個節骨眼上 但當然朱主席會講這句話 會不會是因為韓國瑜PO的那張照片 他跟柯文哲去見面這個東西 他其實讓國民黨現在很難堪 所以現在包括朱主席講這些話 你可以看得出來韓國瑜跟侯友宜 現在狂野就是不會他不會踏踏這邊 所以現在我跟你講 大家已經在看113以後的盤算 那這裡面最後還有一個 就是大家提到忽略的一個角色 其實是王金平 王金平願意接侯友宜的這個 所謂的競選後援會會長 那王金平厲害的地方是陸戰 其實王金平要的是什麼 他幫助的 其實王金平也看得出來局勢 就算大勢已去 可是立委還有救 所以王金平其實他現在是要幫助的是 國民黨這些立委 特別在五五坡的地方 靠王金平這些陸戰 然後這些地方的這些聯絡 把整個國民黨的那個 至少在國會這邊要穩住 而且我認為王金平其實很有機會 如果可以的話 我認為國民黨 如果把王金平提進不分區的話 讓他機會回來當立法院院長 至少你國民黨在國會這邊不會倒 但至於總統這邊 如果你沒有辦法 你跟韓國瑜到現在才放話的話 我自己覺得現在是去聊聊 欸 家凱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對外藍白河這裡拜六四要談 對內哇 朱立倫又在跟韓國瑜好像有點較勁這樣味道 你是怎麼看 其實不會啦 因為大家不要忘了 朱主席就會說了嘛 小我小一點 大我大一點 我相信現在大家不會像剛剛一中哥說 我們在盤算一月十三 至少我年輕人看起來看不出來對不對 但是我們都希望現在我們議員也好 要選立委員也好 或是地方的黨部主委 我們現在疫情也要動雲 大家不要忘今這個禮拜 10月14號禮拜六晚上 除了下午的藍白協帳以外 晚上是我們新北大肇事 那一場肇事 朱 蕭 韓 王 紅 對不對這些大咖 紅秀柱啦 朱立倫啦 韓國瑜啦 蕭萬長啦 馬英九啊 都會到場 所以說大家的目標現在很明確 如果沒有1月13的勝選 等於說就沒有1月13之後的所謂的協商 或是各自的心結 或是各自的盤算 我覺得不可能 所以現在大家目標很明確 國民黨也好 民眾也好 或是藍白有沒有合的可能 大家目標就是要先取得執政嘛 我覺得才是大家要選舉人 他們目標很明確 我要當選 沒有當選 我什麼都不是嘛 所以我覺得 至少我看起來 我們國民黨 越來越往好的方向上 不管是黨內地震和各種造勢 或是要跟其他的政黨去談 政黨組合 政黨合作 我相信至少給選民 中間選民 給我們這些黨員來看 我們覺得都有一個正向的交代 我們常常說跟人家談戀愛啦 你得到他的人 你得不到他的心啊 所以韓國瑜是不是也是這樣呢 我們剛剛講這麼多人都要來搶他 那韓國瑜真的要的是什麼呢 我們從昨天戰鬥欄的 這個他的 這個發表的演說上面來說 他會不會真的是要立法院長呢 我們一個來看 他跟這些立委們講說 提出立委有三把刀 包括職權的刀 法律審查的刀 預算審查的刀 要藍營小金們做好準備 好 第二個 感覺他是由高往下的方式 跟大家講 他說立法院需要正義的戰鬥力 代表民眾喊出民眾之苦的立委 就像軍隊有特戰部隊 所以立法院也要有一個特種部隊 最後他又跟大家講 他認為國民黨立委 一不偷 二不搶 打造光榮的國民黨 這樣子一路看來 譯宗哥 他感覺是由上到下 如果照你剛剛講 他說 你說他只想當黨主席 不想當不分區 但是現在也有這個說法 說他其實真的心裡想是這個 是這樣嗎 那個位置他沒辦法發揮 你能想像韓國瑜主持議事嗎 你能想像那個 大家覺得令狐充 飛來飛去的令狐充 今天被大家說 你要超然 你要公立 然後你要公正 那個樣子 像是韓國瑜能發揮的樣子嗎 所以這個東西 我不認為韓粉也 韓粉也不會希望他們的韓國瑜 最後就是定在立法院當個院長 那邊一個空殼子 那是沒有權利 也沒有辦法戰鬥 譯宗哥 他會有一種可能是說 他當立法院長之後 他同時113之後 也去搶這個黨主席這位置 你如果當立法院院長 你不能當國民黨主席 我剛講立法院院長 就是要超出黨派主持議事 即便你說我心裡面有黨派 但至少你在主持議事的時候 你要超然 所以他不可能兩個都接 所以他今天如果排進了不分區 然後他也去接了那個 將來如果打算真的要接立法院院長的話 他就不能去碰國民黨主席 我覺得這兩個是不可能 所以我不認為以韓國瑜的個性 他適合在那邊 我認為如果韓國瑜真的有心要幫的話 他就可以在外面 他基本上他也不需要任何的位置 韓國瑜你給他位置 基本上是羞辱他 韓國瑜那三個 很多人是需要位置 我是國民黨主席 國民黨副主席某某某 但韓國瑜就是韓國瑜 你給韓國瑜一個位置 本身就要羞辱他 他的能量強大到 他那三個字就是金字招牌 反而他可以在這個過程中 如果藍牌真的沒辦法合的話 那看起來的話 至少在國會這邊 韓國瑜下去輔選的時候 那個秋風掃落葉 接王近平的陸戰 我跟你講 國民黨的國會真的會衝得高 那衝得高的話 至少 雖然總統可能真的拿不到 可是至少他們在國會上 還擁有一定的制衡能力 我覺得這個是目前大家的盤算 那看起來目前 你希望韓國瑜 全心全意的貼侯友宜的話 我現在看不出任何的跡象 他現在在韓國瑜身邊就是這樣子 就是好像就是一個 沒來 就是你說好來好去 但是是不是真心幫助侯友宜 我現在看不出任何的跡象 他會全心全意的幫侯友宜到底 來 委員怎麼看 我想其實確實 其實像郁中哥講的 立法院長 他本身就是一個中立的角色 那其實包含我們現任的尤錫坤院長 他其實在這個 他也不參與民進黨團的運作 連黨團 他自己執政黨黨團運作不參與 所以他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意識中立的一個角色 所以 基本上要發揮他的政治能量上是 相對來講困難 那他可以去做國會外交 意識中立 然後做這個政黨協商 這個確實是一個 當然如果把韓市長擺在國民黨不分區 第一名 那個其實對於國民黨的政黨票 可能會有 場主的一個幫助 我想這個是大家各自不同的盤算 但是這是人家黨內的事情 我們也不不方便講太多 但是我們從外部來看的話 因為國民黨他現在確實 總統是一局 區域立委是一局 不分區是一局 每個政黨的黨主席 都希望把自己的 每一局的這個選票極大化 所以當然現在會有這個 所謂跟韓國瑜市長要來列不分區 甚至有傳說是不是 這個王金平前院長要來回歸 其實都是希望把他們能量納進來 但是在這溝通的過程中 就看到好像大家又彼此有一點在小小的 在幹拐子 或者是互相的 揶揄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在講的 這就是人民可能比較不會想要看到的 不管說是政黨的合作 還是黨內的一個協調 其實 對於民眾來講 就是不希望就是看到說 我們都還沒有開始 大家可能就在就在就在分位置 就在分位置 這個現在就是 目前為什麼我們民眾黨 回歸到民眾黨在講說 再也合作 我們希望是透過公開的機制 賈凱真的是 如大家所講的 今天你剛剛有說 其實他們沒有想到113之後是 但現在目前看起來 韓一直在堆疊他的 幫忙處理這樣事情一個能力 真的是為了 為了之後來做打算嗎 先說我的身分 因為我的身分也是侯友宜 競選辦公室的發言人 那我們當然會希望總統要贏 那國會立委也要贏 但是我必須說 很現實的就是 確實 韓國瑜他和柯文哲的交情 確實比較久遠 歷史比較深 從北農總經理到 跟往事件很多的有趣畫面 但是我們可以透露的是 我們侯友宜這邊跟韓國瑜 韓總這邊理念是相合 因為嘛 第一個顏色一樣 第二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理念一樣 守護中華民國的理念 我不知道 韓國瑜跟柯文哲 可能交情很深 但是他們 在守護中華民國的理念 到底合不合 我相信這也是禮拜六 我們為什麼要提前協商 要要求協商 就確定藍白兩邊理念要一致 就剛剛說了 今天交往也好 要結婚也好 我們確定是真的可以走到99歲 或是過百歲 拜託 偕老嘛 今天我們真的是希望可以一起走 走得長遠 走得下去 而不是只是為了一張結婚證書 所以必須說 理念很重要 今天可能我們歷史 我們的交往不夠長久 但是確認的是 我很有誠意 跟你長長久久